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屋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下跌 戶心300指數中午收市跌11點 3509點 上證中止跌4點 2868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103點 跌幅超過1% 中午收報9192點 創業版指數跌27點 收報1567點 跌幅1.7% 港股方面比較疲弱 曾經跌超過200點 恆指中午收市跌194點 中午收報28610點 國企指數跌46點 11000點 大市半日成交好銀 370億 這個環節請來Stanley和我們談談 你好 Stanley 你好 今天期指結算 明天也有月結 但見到市場 今天也很弱 8月業績期 市場能否彈起 今天看到人民幣 開市之後的跌幅擴大 和市場跌多了 有沒有關係呢 反而今天很有趣 人民幣的匯價 影響性是否很大 你見過A股又不是很跌 反而是香港這邊 可能因為騰訊 要拖了市場 如果你拍照你騰訊的話 其實市場跌幅又不算 是相當之多的 不過成交量縮了一下 是令到 我想令到大家都有少不安 因為 你可以說 今天的成交量 可能還給上星期五的時間 當時650億 你現在都這麼矮的話 成交量不知會不會再少一些 是 但是當然你說港股那個走勢 怎樣都要視乎 我相信現在幾樣東西 第一 都是人民幣加A股那個狀況 雖然即使它們好也好 但是你說我們的權重股不刪勝的話 都是有些拖利 好像今天為例 你見到騰訊拿下 整個市場沒辦法 還有就是成交量那樣東西 因為如果成交量縮了的話 其實這件事 這個勢頭話 都真的不太好 而且我相信短期的時間 都依然會比較是 高逸觀望 第一就是聯署局那個意識的結果 你要預算去不會加 預算去不加的了 但是可能你說 會以後的聲明那些 又可能會再看看 究竟那個狀況怎樣 那隨此以外都是一些公司業績 是 不過就 我覺得那個市況 你說是不是又很差呢 我又覺得又不至於是 而且我認不住的市場是會反彈的 只不過 你說今天還是短線 短線 短線會有彈的 當然你說現在的大市 都是離不開27800 29000這些水平台 叫我先拉它 但是你說 整理上的市況 是不是真的這麼頑皮呢 我又覺得 我又不至於覺得是 不過就 怎樣都好 關鍵之一就是說 究竟 不超的騰訊 是否又是一些反彈的 是的 如果真的看回今天騰訊 上午下拖低市 71點 見到近9個月的低位 看到北水 其實都沽得騰訊幾厲害 是的 沒錯 接下來 外圍一些科技股 都是業績展望 好像嚇怕了大家 騰訊 雖然今天去到這些位置 361.6 是 很吸引 應該 是很吸引 但是是不是都不要買住呢 我都還是會不買住的 我也維持之前的 那個部署策略 就是說等業績之後 才再加住 因為你說它跌定了沒有 我都不敢說 跌定了沒有 其實你說美國科技股的行程 是不是差得這麼交關 我又沒有認同 我會覺得是逐間公司要去拆解 因為今次的業績 你只要可以說很多的公司 是不是這麼差呢 其實你看好像Facebook Twitter 和Intel 有些問題 就是有它本身一些內在因素 而導致它的股價這麼大 它的下跌 但是有件事是真的 就是很多這類的科技股 在我們說外圍方面 它的股價其實是升得很厲害 基本上年來沒有怎麼跌過 基本上全部都是不斷創新高 所以你說當業績出來 有些有點瑕疵 有些被人可以說是 低低的地方 那個價匯其實很正常 但是騰訊又不是 騰訊一早就跌了 已經跌了下來 而且你可以說它和高位比較的話 現在不經不覺 都差不多兩成三 大概 都不是算一個 少的一個情況 所以只要業績出來 你說不是太過差 我反而覺得它有機會 會夾上去 當然你要看一下到時候的情況 但是這一排的下跌 我想有兩個因素都幾 都幾有 可以解釋得到 第一是說 北水沽得厲害 這是真的 第二是說 當北水沽的時候 或者氣氛差的時間 騰訊的股價都不斷地 低位之餘 也真的有很多 牛紅症 牛的牛症 打法 根本隨而來 有比較多的 沽盤 牛紅症 鼻動式的沽盤 都見了出來 因為如果大家檢查的話 你會見得到 騰訊是大概 350多元到360多元 這位置 有很多的獻身工具 所以當你一到那些位置 打法的時間 那個股價值也很大 所以都令到 變相之下 都令騰訊的股價 都一級地 推了下去 所以現在 真的沒有了 面對著 這些獻身工具 這些因素 其實你不能說 它的價格定了 但是 不過 你說騰訊的表現 是不是真的 那麼差 我真的 不是那麼認同 我還是對它有信心的 不過 沒有辦法 你說如果面對著 這些情況 或者你可以做的 你就不看它 我都不理它 但是 我真的 不太看單位前景 只不過 這些因素 你都控制不了 因為唯有 就是爭取貨 加住就不加住了 加住 等業績之後 之後的情況 就是 因為業績是一個 很影響 我想是一個 對於它的股價表現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的因素 特別是要看它 業績展望 現在的科學股 展望我又覺得不差 你可以有數得計 或者你能否認識到 雖然沒錯 它可能是 一些叫 我們說 資本開支會多 但是 你看回它 下半年的時間 至少 遊戲方面 寶女之夜 我覺得對於公司的幫助是大的 另外小程序那邊的發展 應該都是不差的 所以按道理 又不需要那麼 擔心它那個展望 但是只不過 這一輪 始終是 整個板塊 真的弱小了 所以當我試沽耐的時間 自然而言真是 捱沽 捱沽後 有些現身工具的影響 而這件事本身 你外績真的沒有 因為 嚴格上 你進入BAT三間 最新的數字就是 BA年來至今 雖然那個升幅是收窄了很多 但是也有大概是8% 9%的升幅 但是相反的 騰訊現在跌10% 你見到也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變了沒有 現在 唯一叫RQ 他這樣想 跌下來 起碼 以後 就不會有很大的困難 是 除了騰訊 今天的信譽也很弱 最多差不多跌成3% 但是 已經跌了很多 但又彈不起 信譽也不是跌很多 至少跟一隻水星比 你見過小 雖然水星跌了 今天跌得比較少 但是信譽始終 它的股價 其實還是比較硬 就是跟我 叫連累資金 還有差不多兩三成的升幅 都可以看業績的表現 因為公司始終沒有說 促過的營起 當然大家又有些擔憂 但是按道理 我又不太害怕 甚至乎 如果你看看公司的發展 這一兩天 都不斷看它的資料 其實越看越安心 所以就 大白有關子 一會兒看看中午那次 一點半那一節的 大門環節 大家看看有沒有 這方面的興趣 可能再講詳細一點 但是對它前景還是很有信心 好 這次都跟Stanley談到這裏 都要問Stanley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股份 兩次都有 騰訊和信譽都有 沒錯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